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财经界近来表达出强烈的担忧 认为最坏状况恐怕还未到来 实际上过去半个月 接二连三爆出不利于台积电的新闻 包括申请每场补助受限 高雄28纳米设厂计划取消等 台积电高雄设厂声变牵动的不只是设备供应链 目前因台积电高雄设厂而正值身价大涨的高雄市长陈其迈 民进党一席之间都被打回原形 但靠着文机其武炒作台积村话题 已至房地产价格飙涨的建商早已赚走了一波 回不去的房价 电高的生活成本 攀高的房地产痛苦之数 民远谁来承担 而民进党在涨电价的政治决策更侵蚀台积电毛利率 台积电谈称 岛内电价继2022年下半年调涨15%后 今年4月又涨17% 预估将会持续影响今年的毛利率 被产业模范声控诉电价上涨影响获利 王美花又急了 四处澄清台湾电价在国际上仍具有价格竞争力 王美花的潜台词是 台湾电价还是很便宜台积电毛利率下降 是因为通货膨胀 美国联织会连续升息 以及大环境需求不振影响 把自己解决不了的电价问题摘得干干净净 台积电除了被全球大环境 以及生产成本咒增而拖累 最糟的还有地缘政治压力 自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2019年预言 台积电将变成地缘政治的兵家必争之地之后 回顾过去五年所发生的一切 包括中美贸易战 新冠疫情 两军事风险骤升 俄乌战争 美国政客频繁窜台等 这段意愿如今看起来 更像是敲醒台积电地缘政治风险的警钟 这类股神巴菲特都因两岸关系紧张 火速在去年第四季大幅抛售台积电股票 这样高涨的政治压力 终于让岛内经贸官员认不住了 据外媒报道 因担心台海发生战时 美国官员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 台海紧张 过度依赖台湾芯片会让美国脆弱不堪 不安全 这些刻意放大台还紧张 影响全球芯片供应安全的话 都会影响全球市场对台投资意愿 故而连台当局经济部门负责人 王美花 都叫美国人少说两句 但究竟是谁把台积电推上 风口烙尖的呢 如果不是民进党与蔡英文借机放大了台积电护台神山的价值性 谁会关注两局社会兵凶战位 如果不是民进党当局逢迎美国 将台积电拱手让出 沦为美极电 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竞争里 也不至于面临蚕食挖空 更何况跨国设厂也面临各国政治欲取欲求的压力 例如美国之前半威胁半利用的要求台积电赴美国亚利桑那州生产 宣称会给予高额补贴 如今芯片法案实施后 台积电想要争取150亿美元的补贴 就必须遵循美国政府提出的过分附加条件 历史始终是最好的教科书 无论是法国工业明珠阿尔斯通 还是日本芯片行业领头杨东芝 都曾被美国以类似手段打压 致丧失全球领先地位 前缺之鉴未远 台积电又如何能够幸免 如今台积电已被地人政治拆解的四分五裂 究竟是谁害了台积电 害了台湾